谢谢大家今天早上 那我现在 今天我就是本来预计表定说 就是要从84章讲到88章的 之后来我发现 现在我实在是太多了这样子 因为其实像我们 上个礼拜六礼拜一天 光是NACOLAPSY 他就 其实NACOLAPSY光是这样的一堂课 他就上 就是光讲NACOLAPSY 他就要花就是一堂课 一个几十左右的时间这样子 那所以我今天我会着重在 84、85、86的赞长这样子 那这赞长刚好就是在讲 NACOLAPSY跟他比较相关的比例 包括像是 Idiopathic Hypersonia这样子 那Papasonic等还有 Sleek & Sork 我会在另外一档时间 跟大家做介绍 那因为他的一个课 就是textbook的一个安排 我觉得不是安排的很好 他一开始84章 他先安排 就是先讲NACOLAPSY的Pathophysiology 跟Genetic Hypersonia这样子 可是他第二章才安排 这样子 就是这个Manage 可是对我们来讲 其实比较重要的 应该是这个章节 所以我们应该 我先从这个章节开始 跟大家所介绍 这样子 好 NACOLAPSY这一个字 他一开始是最早是在1880年 有这个法国人 他就是一开始去introduce 就发现这样我们的新种 那样子 那在后来就是不断的 就是有人 有人去做revise这样子的指定 那大概在1930年代 就是这个Deniel 他就是去归纳做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个四个一个Pathophysiology 这个NACOLAPSY大概是在什么状况下会发生这样子 那还有进一步去确定他的一个诊断的一个Pathophysiology 那包括像是他有就是所谓的一个RAM的一个 在Movement的一个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异常 那所以他我们简而言之说 他这个NACOLAPSY这个起劲 他其实就是一个Wake跟Sleep的一个Stage 他的一个Instability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NACOLAPSY的病人 他同样也有Wake的Stage 也有Sleep的Stage 可是他这样的Wake跟Sleep的Stage 它是一个Disorientation的状况 他可以从正常的Wake的状况 马上就是一下子下一秒 就变到Sleep的Stage 那因为这样子Wake跟Sleep的Stage 有一个错乱这样子 那特别是在一个RAMSleep的状况 下会有一个Dispunction的一个情况这样子 所以病患他通常就是他可以去Wake跟Sleep 在让LongerSleep的Stage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去Maintain 这样的一个Stage 这样子就好 那NACOLAPSY大部分 他的都发生了原因 有些人问说那他有没有一个Denactive Factor 或者是Familial的一个Proposition这样子 不过目前觉得大部分的NACOLAPSY 另外一种是没有Cataproxy 这样子 那这个有Cataproxy 它就是有这个Classic的Pitch Factor 就是有我们刚才讲的四个特征 那另外一个就是NAPOLAPSY 没有Cataproxy的一个这样子 那这两个疾病呢 它都会有一些autonomic的一个Behaviour 然后它除了说就是它会有一些autonomicBehaviour之外 然后还有它很容易有一个 就是进入从Wake Stage 进入到Rain's Stage 这个这样子的一个Disorientation之外 它另外它在Night Time的Sleep 其实也常常会受到一些Disruption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通常就是除了这个Cataproxy之外 然后常常这样的病人都会在Cevere Sleep Deprive的时候都会发生 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说 那这四个Tri Ktri的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它第一个是说是Sleepness Sleepness是说 这个其实只看下我们如果平常工作很累 我们也会觉得Sleepness 那它的Sleepness是什么意思 这个Sleepness是说当你都已经在很专心的一个状况下 你很专心在做某一件事情 你仍然会觉得Sleepness 好就是说你并不是 像我们如果对于某一些事情很有兴趣 就算你觉得累 你可能还是会体体精神来去做这件事情 可是它讲的Sleepness就是说就算你很在很专心的状况下 你还是会有这样Sleepness的状况 因为这样Sleepness就有可能会产生所谓的Sleep attack 这个Sleep attack就是说 因为它就是Sleepness会产生一个involuntary 它没有办法去control的一个Sleep的一个情况这样子 那这个Sleep attack duration 常常可以就是从几秒钟到几分钟 那甚至有时候会到几个小时 那Konexia的病人呢 它虽然会有这个Sleepness 可是它有一个很特别的特性 跟我们正常很相 就是说它只要这样稍微这样睡一下肚子之后 它会只要醒过来之后 它又会有一个refresh的感觉 就是说它会觉得它心存又会变得很好 那这个跟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那个Ediopathic Hypersonia 是一个算是一个Differential的一个特征这样子 就是像那样Ediopathic Hypersonia的病人 它如果就是这样肚子之类 但是它可能醒过来之后 它仍然会觉得它心存还稍微不好 可是这个Sleepness Dynoclaxia的病人 就是它会有这个特征 好所以那这个就是说 这样子的特征 有时候Dynoclaxia的病人 就是如果你把它用在职场上 然后就变成说 友善职场的劳工的老板 就变成说你可能要固定的 比方说四五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就要让病人稍微去 说一下讲的 好 那第二个特征就是所谓的Cataplexia 这样子 Cataplexia就是它会发生 大概就是在Noclaxia的病人 大概它发生了60到70的一个比率作用 那这个Cataplexia是什么意思 Cataplexia是一个 它的定义就是一个Abrough 它是突然发生的 而且是一个Reversible Decrease 就是所有的Muscle Tope 那它会有一个Provoted Factor 那Provoted Factor通常都是一个Emotional的一个Response 特别是笑或者是愤怒这样子 Ladding或者是Anger 所以有一些比较Emotional response 像是什么Depression 或者是Depression 或者是比较其他的 除了Ladding或者是Anger以外的 会Induce Cataplexia这样的状况 那你可能要想说 它可能是比较Atypical的Cataplexia 那这个时候要小心 有没有一些Secondary cause 而不是Primary的一个原因 那这个Cataplexia请注意 它在发生的时候 它是突然Loss of Muscle痛 它Loss of Muscle痛 但是它的一个Conscientness 它是保持一个Awareness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那Cataplexia可以从严重也可以到轻微 它Loss of Muscle痛 可以是全身Loss 它也可以是Partial Loss Partial Loss就是像是 它可以是引发不到部分的Muscle 比方说它可能只有一个肢体 所以它可能会觉得那个肢体 不然比方说它拿东西 拿一个杯子 把鼓力然后杯子都掉下来 这样也是可以 它不一定像我们就是 我们看到的Cataplexia 那样东西一定是全身就是宝的这样子 这不一定 所以它可以是Partial的 也可以是全身的 那Cataplexia就是说 Cataplexia通常它的Attack 通常就是Duration通常都是Drop的 它大概不会太长时间 大概是可以到几秒钟 然后大概到30分钟 大概是以分钟计算这样子的 那在这个状况下 Cataplexia就是主要它是被这个Emotion 特别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被笑或者是被Anger所的一个Infuse这样子 所以Laptor跟Anger就是最常见的一个Tripter这样子 那有一个名称叫做这个吧 有一个名称叫做Status的一个Cataplexia 这个是说Cataplexia一直连续在发生这样子 它就发生很久 它都没有自己理查的回来 那这样Status Cataplexia 但是病人Cataplexia是Cataplexia 是Cataplexia的这样子 那不过这个状况非常的罕见 好 那第三个特征就是所谓的Sleep Paralysis 那这个Sleep Paralysis就是熟患的鬼压床这样子 那这个鬼压床通常呢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在就是病人就是刚要入睡的时候 或者是入睡完之后要起床的那个时候 那病人通常会觉得说 他整个人就是一个Para-Lite的一个状况 他可能没有办法去动他的肢体 没有办法去讲话 所以因为如果是在第一次发作的时候 病人通常会非常非常的激张 因为他觉得他等会好像没有 就是没有办法动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呼吸就会变得开始 会越来越急 可能会有点急促 然后甚至他会有焦虑的程度在 然后可能会焦虑到这个地困 然后就开始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有时候呢 还会伴随着有一些Hallustination 他可能会觉得就是说 周遭可能有Vatial的Hallustination 然后会有Extreme的Anxiety 然后会觉得就是他好像死的那种感觉 那很好的是就是说这个Duration 大概是几秒钟啊几分钟的 他就会自己Recover 那其实不是只有 这个Sleep Paralysis 并不是一个只有在Nacrolexic的病人才会发生 他其实在General的Population 也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子 那在General Population 特别是容易像是这一些像 Sleep Deprobation啊 或者是他可能之前有一些比较大的Stress 他有可能会Extreme的一个状况 那最后一个就是一个Hallustination 这个Hallustination呢 通常就是说 他也都是在一个刚要入睡的时候 或者是他Awake的那个时候发生 那这个Hallustination同样的 他也可以是一个Auditory Hallustination 那他也是Extreme Hallustination这样子 那如果是在Sleep Unfeit的那样的Hallustination 我们叫做Hypnagogic的Hallustination 那如果是在他Awake快要Awake快要醒来的 这个Sleep Unfeit的Hallustination 我们叫Hypnopumped Hallustination 那这个Hallustination呢 它可以有很多种 它可以是一个就是感觉的意义 可能就有人在摸它这样子 那他也可以就是觉得他的身体的一部分 好像移位了 有些人会觉得说 他身体的一部分好像被吊起来 而不是在他自己原本的那个地方 那另外有一些人就是会有灵魂出窍的感觉 好像他灵魂怎么好像在看着他自己 这个都是一种Hallustination 那似乎Hypnagogic的Hallustination的比喻 好像比Hypnopumped Hallustination 稍微多一点点 那这个Visual Hallustination呢 它可以有各式各样的 它可以有Simple的Feature 它可以只有看到一个简单的一个体和形状 那它也可以看到比较复杂的 像是Animal或者是Person 那通常这样的Hallustination是有颜色的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 因为不同的一个Hallustination 我们有时候要跟不同的习近做区分 比方说像是Migrant 好像是偏头痛的病患 它有时候在偏头痛发作底下 它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预造 那这些预造的Aura 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类似的Visual Hallustination 可是那些偏头痛的预造 它通常是比较简单的其中 然后它大部分都是以比较单的颜色为止 这样子 比较不会是有很多的颜色 那另外Auditory Hallustination一样 它可以很简单的比较单的一个声音 那它也可以听到一个melody这样子 那我想有看到这样子的Hallustination 可能就是要跟Psychiatry 可能在一个Decie 是做一个Defential Diagnosis 那这个就变成说可能 就是在History 就变成说要再问多一点 说这Hallustination是只有在Sleeper 那这个Sleeper 可能还是比较多好受益的这样子 好 好 那刚才我们讲的那三个 是不是就是很typical的一个 那个Nuclepsey的一个特色 那 那接下来就是Nuclepsey 也会有Sleep Disruption的一个特色 那这个Sleep Disruption的意思不明实 就是说 它在Nuclep 会有一个Disturbant的一个特色 这样子 那这个 就是说它这个Sleeper 它常常都会被中断 那有时候中断就是很容易洗 它睡得不深 它很容易洗 这样子 那有时候可能会伴随的 有一些Terrifying 一些Dream这样子 所以第一话就是说 它白天可能也会想睡这样子 然后晚上呢 你真的叫它睡 它也不好睡这样子 那有时候可能会伴随的 一些其他的一些 可能问题 像Nuclep 或者是Grancy Behavior 的一个Problem 好 那 刚才我们讲的那些都是一个Nuclepsey的特色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说 Nuclepsey它的一个 它的病程大概是会怎么样的一个表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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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clepsey它在这个病程它在onset的时候 onset通常是一个比较 它不是那么的一个acuteonset 或是disciplinaronset 它比较稍微有点subacute到你去点子 但是它会是因为它是一个episodic的 这样子 好 那它通常会有两个peak 第一个peak大概是在puberty的时候 就是在幸福起那个时候 幸福起那个时候大概是15到25岁 那第二个peak大概是在35到45岁 所以我一定觉得peak大概是比较少 这样子 好 那通常它一开始的特色 不会是以他常在自己来做改善 一开始最大的特色是以一个 Essensive day time sleepiness 这样子 然后因为有这个sleepiness 所以它后来可能会有一个sleeper attack的发生 那因为这样sleeper attack 它可能在课堂上会被老师说 因为你这个孩子们就在一起 然后怎么会一直在课堂上睡觉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太好诊断 因为它只有这样的特色 其实有时候很难诊断 那一直要到病人出现了很typical的papacology 之后才会有 才会就是比较确定的一个诊断这样子 然后disturbing nextro sleep 这样的一个特色的时候 通常在刚开始年轻的时候发作的时候 这个特色不会那么异性 可是随着它练习变大了 那晚上的sleeper会越来越的变得比较容易装断 这样子 那当然它就可能会有一些hallucination 不过这个hallucination 和sleeperallus 可能不是那么的一个特色 因为这个在一半的程序也会有 所以它通常一开始都是一个 extensive data signal 这样子 这样子 后来才会出现capacology的一个特色 这样子 那它的diagnosis 主要就是 它可能就会 除了history rule之外 那我们可能是会做一个sleeper scale的一个 的一个评估 那sleeper scale就是包括了这个 Stanford的sleepness的一个scale 那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ESS 这样子 那paediatric它因为ESS这些它不太实用 所以它有另外一个一个sleeper scale这样子 那nacrolexy在诊断那很重要的一个诊断工序 我们需要把它做一个multiple sleeper latency test 这样子 那这个是textbook提供的一个protocol 它通常是怎么做呢 在做nacrolexy之前的前 在做MSLT之前的前一天晚上 它可能要先做一个完整的一个polysonography 就是它必须要在sleeper nap先睡个一个晚上 然后这样子 为什么是要确定说它有睡足够8小时这样子 那睡晚了之后隔天它才有办法来做这个MSLT 那MSLT它是在 从早上开始10点12点14点16点18点 它各做一次这样子 那各做一次 那就是它就是让它就是在这个床上 在舒服的床上 然后把灯关起来 然后让它做一个20分钟的一个sleeper的一个test这样子 那就是去计算说 它从sleeper把我们灯关掉之后 到它真正的这个sleeper onset的这个时间 那如果是说有这个nacrolexy的时候 它有一个mean的一个sleeper latency 就是说平均的一个latency 通常会小于8分钟这样子 那如果说它很快的在它这个进入了这个很快的从sleeper onset到它进入到这个ram sleeper的这个时间 如果有在15分钟内 这个我们叫做一个sleeper onset的一个ram 这个sleeper onset的一个ram 就是你在这个multiple sleeper latency test里面 就是说你在5次里面 假设有两次以上 就是都有这个sorram的这个状况的话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mslt小于8分钟 那这样就是它是它诊断的一个pagera 所以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mslt的时间小于8分钟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sleeper onset的ram 就是有两次以上这样子 好 这个是借用就是我们那天上课那个 那个徐医师的同影片这样子 这个是ess 那它就是 它是一个从0分到一个3分的一个test这样子 好 那它总共有8个问题这样子 所以它买分子2次分这样子 好 那它就是去评估说就是这样的一个问卷 然后不过像这我就是很主观的一个问卷 好 这个就非常的主观 好 那mslt 这个test它有一些缺点 它这个缺点就是说 它只有测这个sleeper的一个程度这样子 那它其实很容易受到一些因素的干扰 包括说 那这个病人如果之前 它常常喔 它每次都熬夜加班感抗照 它可能就有一个sleeper deprivation 或是quatic sleeper incerficiency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mslt就很容易怕自己 所以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要怎么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我们就必须说 你在它来做这个mslt之前 除了前一天晚上 让它睡满 八个在sleeper lab最长八个小时之后 你可以让它做一个sleeper的diary 让它去记录它 再来做这个sleeper lab之前的两个礼拜 它有没有一个regular的一个sleeper lab 然后有一些人 它会用另外一个tester去取代mslt 这个tester叫做tester for maintain wakeful 其实它的原理类似差不多 它也是在测量就是它这个 就是它让它 它不是像mslt是让它躺的 那这个mwt是让它做的 让它做在数值的里面 但是一样也是让它看说 它多久之后会睡着 这样子 那另外一种比较不清晰的方法 就是让它做24到36小时的psg 那不过这种psg 书上不是写说 就是它带回家做的 那mslt 它在做的时候 就可能就是有一些注意事项 那就是说你可能在拼 你可能必须要拼药15点 再来做mflt 不然它可能会收到一些药物的感到 比方说这个病人 他之前已经有在服用antidepressant 这样子 那这个刚才讲过了 那还有就是可以让它做一个sleeper diary 好 好 不好意思 好 那它的一个诊断的criteria 就是 我们在诊断这样子的疾病 其实现在ICSBC300 它都已经有很明确 对于每个诊断 每个病都已经有很明确的一个diagnostic criteria 那这个criteria就是说 第一个它一定要有extensive daytime sleepiness 然后还有一个positive MSLT 那现在呢 因为对于这样的疾病的一个mechanism 可能稍微了解的程度较多 所以会有一些supportive feature 可是这个supportive feature 意思就是说 它还不是一个确定的一个quiteria 它只是做一个supportive feature 目前的研究会发现 就是说 特别是带有HLA-DQB1-0602 好 这个是一个很specific的gmarker 那这个gmarker在narcolepsy 特别是narcolepsy with cataply 这个族群里面 它有很高的一个特异度 大概95person以上 好 就是说你这样子的族群病人 大概95%去验这个 大概都会用 然后如果说它还是不确定诊断 你可以帮它冲CSF CSF你可以帮它验hypocryptine 特别是hypocryptine的第一期 那个protein 这个protein的话 在这个narcolepsy的病人的身上 特别是在这个narcolepsy with cataply 这个病人的身上 它会非常的 有可能浓度会厌不到的一个情况 这样子 可是这两个feature 在narcolepsy without cataply 就没有那么准 这样子 它可能是特异度很准 可是它的敏感度在 without cataply 这个族群 就没有那么的一个准确 这样子 好 那这也是借用那个 就是徐施的protein 目前就是最新的crateria 说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字外 它必须 它就是跟旧版的crateria不一样 就是说它现在新版的改成 duration比较长这样子 就是以前是要维持一个月 到现在变成维持三个月 那我再猜 它这样改成比较长的原因 应该是 为了可能要让准确 让你生它省断的一个准确 就是让整 就是你可能不要那么早 就去给它下省断这样子 那一样 你在做colorplacing 你一定要做MSLD 一样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两个area 和CSF的一个hypocrate 一样的一个concentration concentration通常是 它或者是110 这个pillogram这样子 但是在withcaterpathy 这个语统 几乎一大半以上都知道 会逼到一个厌不到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 那如果是type2呢 就是那一个withcaterpathy的语统呢 它就是说 它的 它同样也要满足 就是这个MSLD的这个quiteria 但是它就不会有 kylopathy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说 有 但是很少 那或者是说 有像kylopathy的一个like的一个基础 但是 没有很明确的kylopathy 这样子 好 那 所以这个CSF hypocratein的这个level 在这样的病人身上 就不见得是一定小于110 它有可能是在一个 undeterminant的这个level undeterminant level的定义是说 在限于110到200之间 就是小于200 可是又没有那么低 那这样子的一个就是 会变得就是比较不好做决定这样子 所以 cataplasty 的一个without 那个 narcolepsy without cataplasty 就会变成说 有时候这样子 你要下这样子的段 就会比较困难 你可能就变成说 你要多看一点 多看一段时间 然后你可能要跟一些其他的一些 一些疾病 跟所有differential diagnosis 你可能要去排除掉一些 就是像是treatment misordered breed disease 或者是有没有一些 psychiatric depressive disease 这样子 等等 那目前的treatment 其实它主要都是symptom control 它还没有办法有cure的一个treatment 这样子 那在non-pharmacological的一个treatment的部分的话 主要就是先做一个behavior的一个approach 这样子 那这个behavior approach 就是说 behavior approach 你可以叫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点 你可能就是为叫它有一个sleep hydrant 就是为叫它有一点regularsleep awake的一个schedule 那就是这样 那或者是说 你可以请它去参加一些supportive group 或者是参加就是 或者做封锁的一个canceling 就是封锁的一个持续 因为像这样的病人很麻烦 因为这样的病人最好是不要做轮斑 他们要维持比较好的sleep awake的一个cycle 这样才不会 比较不会去induce 那个sneconexia的症状这样子 然后要叫就是职场的老板 就是给他做一个 每天白天 Face time QCAH 给他睡觉这样子 这很难 所以这样病人有时候常会delay diagnosis 然后常常在工作 这样就会通知这样子 那pharmacological的一个treatment 就是主要就是有两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 是在治疗它的一个EDS 就是excessive beta treatment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在治疗它的一个 咖啡肺育的一个症状这样子 那治疗它的EDS 主要就是用所有stimulant去治疗它 那stimulant的治疗它目前我们台湾可以用的 大概就是 罗伏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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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教科书的写法 在美国它算是 就是第一线的用药这样子 它是特别在治疗 那pharmacology 或者kataplasty 这个病人的肢群 因为这个药比较特别 它同时可以治疗EDS 那也可以治疗kataplasty 这个症状这样子 那如果是kataplasty 治疗kataplasty的话 在台湾目前我们主要的就是用一个抗优异器 它特别是针对noir epinephrine 就是会比较保留noir epinephrine update的这一类抗优异器 比方说像是venafacin 这个就是SNRI 它效果可能就会比SSRI要好这样子 好 好 那我们就稍微简介一下这几个药 那这几个药 因为这个药目前台湾没有 可是 因为这个药 像现在教科书 都是把它当成疑性的药 所以我觉得考试有可能会考这样子 那它 它其实这个药也是一个sedation 那它的主要的作用 是在consolidate the rain sleep 就是 让rain sleep 比较稳定 但是它其实确切的作用低转 目前还不能量这样子 那它是第一线用来治疗 那collectivate the pain update的病人这样子 那它就是同时呢 有可以improve EDS的症状 也可以improve就是它的一个 night time sleep 这样子 那它的用法很特别 它因为它的duration 大概只有两个小时 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右 所以它必须要在第一个dose 然后就是在病人睡觉前先让它吃 第二个dose 是把病人在睡着的时候 把四小时挖起的时候再吃 这样子 是在睡前先吃一个dose 然后可能它睡觉可能是十二点 然后它可能三四点 要把它挖起来再吃一个dose 这样子 那一开始都是用三迷你 然后后来隔六到八个礼拜 然后再慢慢地弹出 这样子 好 它这个效果通常它比较慢 效果有时候三到六 两到三个月才能看出效果来 然后所以一开始它通常还可以跟就是像是SRI 做合并的使用这样子 那modafinil它是一个wake promoting的一个agent 那它的一个mechanism 其实mechanism现在还是啊 那也许呢 可能就是经由dopamine transporter的作用 然后去include 去increase的就是 就是突出间的一个dopamine的浓度 然后去塑性这个就是去stimulate 这样子 刚才讲的这个sodium ozibate 这个啊 有时候运动员会把它拿来做 因为这个啊 它会console一个rain sleeper 那这个rain sleeper它会 就是rain sleeper如果越好的话 它可以induce glupermone的一个分率 所以它可以让就是运动员的那个 嗯 运动的表现变好 所以运动员它会把这个药有时候会拿来做一个 就是不好 就是 就是有点像吸引药 然后拿来做为 嗯 促进运动表现的用药 所以 而且这个药 它作用在gama receptor 所以这个药会有一点点 会addiction 这样子 那Modafinio Modafinio这个药 就是跟anthetomy 或者是matriot family的比较小 它比较不会addiction 这样子 可是它最长线的一个sodium 就是一个header跟sodium 这样子 那如果是在drug的一个shifting的时候 像有一些人 他可能 用了matthew fennig的时候 就是用了vipaline 之后 他的效果 后来慢慢变差 想要帮他shift到Modafinio的时候 他可能有时候会诱发 他把fennig的一个attack这样子 所以 这时候在shifting的时候 病人说 你可能要跟病人 其实清楚说 这个可能会有这样的状况 然后另外 Modafinio跟 还有我们刚才讲的那个ghp 它都是由liver代谢的这样子 所以liver function的话 书上会建议说 就是你其实用了这样的表情 然后他可以再这样去shifting 它有一个方式 好 Modafinio它就是infuse 就是dopamine的一个 它不是只有dopamine 它是induce monoamine的一个release 包括dopamine nore epinephrine 还有serotonin这样子 就是刺激这些的浓度 然后 它可以处 其实amphitamine 真的它的功效很多 它可以诱发 就是它的cognition变好 诱发它的muscle strength变好 然后 然后它还可以让它 帮助它在 比较单调的环境 还可以维持alertness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就是 用了amphitamine 它很容易会有一个abuse 这个状况 然后 用了high dose 我想psychology 可应该都很表解说 high dose 你要小心 很容易会有psychosis的状况 然后 这个amphitamine 还有很特别的特点 不过这个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它会有一个report 还是周年 的一个情况 这样子 好 但它的吃法 它是 它吃法是 通常是一个tid的dose 它tid是morning 然后还有lunch time 然后另外晚餐的dose 不是让它在晚餐 就是在 QM 就是在那一个 是在LM的地方 是在三点的东西 这样子 好 然后anti-calibriotic agent的话 主要就是一个抗忧郁剂文素 那这些抗忧郁剂 那其中呢 就是以这一个 能够提升 Nore epinectrine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忧郁剂效果 会比较好 那其中 就是目前都会用 Bennavacic 作为第一个选择 好 那有 在以前比较传统 会用PCA 用了刚才的那些抗忧郁剂的话 有SOCCA 会产生一些 部分的一个problem 这样子 那这些抗忧郁剂 好像也会产生一个 Rensi 你会比较厉害 这个抗忧郁剂吗 我是还没有看过 这样子 然后如果是Uplugged 若你要小心 那可能会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 rebound的一个 phenomenal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刚才讲完了 就是关于 Nocolepsi的一个 Diagnosis 跟Management 之外 那我们就是 跳回到 我们原本的这一章 然后 我们现在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Nocolepsi 它的一个part of physiology 然后 好 Nocolepsi它是 这个刚才都提到了 所以 Kataplexi它 就是在讲 它有Nocolepsi 跟Kataplexi 一个定义 好 那旧的定义 是这个样子 那Kataplexi 就是说 它都是有一个legger 或者是一个anger 还是joking induced 的一个状况 好 那现在新的定义 就比较没有活动在 我们刚才讲的 Kataplexi 就是那四个一个特色 新的定义 会觉得说 Nocolepsi 它就是一个sleepness 跟abnormal的一个 ramp sleep 这样子 那就是会有一个这个 soul ramp 或者是MSL DR 这一些的状况 可是它不见得 会有Kataplexi 这是新的一个定义 那所以现在ISL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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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一些supportive feature supportive feature 我们就刚才讲了 它可能会有DTB10602 这一个的positives 的一个状况 那可是在 我知道Kataplexi 可能只有一半的病人 会有这样一个状况 那在一些 Atypical的Nocolepsi的表现的病人 你可能要帮他设备一下 有没有secondary的cause 这样子 好 那treatment的部分的话 就是主要就是治疗EBS 跟Anti-Cataplexic的一个 agent这样子 那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 就是 那一个sodium ocid agent 好 那 在讲Nocolepsi的这个病之前 这个病一开始是怎么样 被 被 被发现的 它其实是做了很多的animal model 这样子 它 最有名的animal model 它就是 它一开始做狗的animal model 这样子 那狗的animal model 就是它发现说 狗也有 就是short sleep 跟ramp的一个latency 在这样子的狗的model 跟它发现 那它是怎么样去 Imbuse狗 这个Cataplexi 它就是把食物放在狗面前 然后所以让狗会觉得很兴奋 然后这样子 去induce这个Cataplexi 这样子 那它在帮狗做EEG 也是发现说 这个狗呢 就是在这个Cataplexi onset的时候 它就是会很快的 进入到一个random的状况 这样子 好 这个是做狗的model 然后后来 就是现在狗的model 比较不流行 所以后来就变成做老鼠的model 那老鼠的model呢 它又进一步去发现说 老鼠就是有 model就是 发现 有两个receptor 其中有一个就是hypocritin的一个receptor1 然后跟receptor2 那这个receptor2的 可能会引致老鼠的Cataplexi 这个发生这样子 好 那 在pharmacological方面 就是有三个东西 就是大家可能要稍微知道一下 就是说 就是 在antidepressant antidepressant它主要就是在治疗 它就是有一个antidepressant effect的这样子 那如果是增加这个dopamine的一个transmission的话 那它就可以就是改善它的一个EDS 这个就是它治疗主要的一个原因 这样子 好 那antidepressant component的话 主要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就是adrenic uptake的一个blocker 这样子 那这些adrenic blocker的话 好 那其中呢 又是以这一个adrenaline为主 那特别就是noeradrenaline这样子 好 那它的一个component很多 那包括就是像svennafacic 跟atomostatic这样 那这几个 这两个它的特色都是 它都是noer 就是我这一张图里面列的这几个药物 就是说它的antidepressant effect的效果都比较好 那它的特色就是说它对于noer epinephrine的一个uptake的效果 都是比serotonin要好这样子 那所以目前就是会最常用的就是svennafacic 那这一张图里面列的那这个就是说它是效果比较没有那么好的药 好 因为它对serotonin的uptake比较比较好这样子 可是是不是因为serotonin比较好 然后造成就是它的一个cadoptatic的一个效果会比较差 这个目前就是还没有订阅 它只是说发现也会差到这样子 那这个svennafacic的确切的那个分子的极端 其实也还不是那么的明确 那只是知道说这个dopamine的一个uptake 有可能会让这个svennafacic的效果比较好这样子 那它可以减少就是total sleep time 然后还有就是减少svennafacic的那个svennafacic这样子 那比较容易成瘾的就是包括像是anfacic膀 那不容易成瘾的就是像刚好我们讲的一个modafinia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一些药物这样子 那svennafacic膀这个就是它都是increase的一个svennafacic膀这样子 好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谈一下说 那它们从animal model 那它就是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它就会发现说在animal model里面 它大概就是有两个receptor 一个就是acr就是receptor1 那这样的一个这些receptor 它都会去bind的这些hypocritin的这些状况 那这些hypocritin 它就会去让这个病人的一个sleep rainsleep比较稳定这样子 那这些cell通常都在哪里 它都在我们的一个hypothalamus 在我们的下肢丘 那在下肢丘的一个posterior 那个hypothalamus 然后从这些下肢丘 然后再去连结到脑的一个各个部位 它就是放出了很多的一个连结 连结到像是一些limbic system 然后还有就是放了到我们的local spheroccus 或者是raphanic也是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poster 放射到这些部位这样子 好 然后大部分的一个human的necolexy 都是一个scoretic 但是有calaplexy 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就是会有这个hla bqb10602这样子 好 好 那在hypocritin的一个release 就是说 那我们就会想办法说 用那个lama punch去取它的hypocritin 那hypocritin的这个 它的分泌 它实际上在人的一个分泌上 它可能会有一个diagnose change这样子 那这个diagnose change的话 会 这个diagnose change 有时候可能会反映在这个lama punch里面 所以变成说 你在取那个lama punch的十几点 可能就是要稍微考量一下这样子 好 好 那这个就是说 genetic的一个aspect 就是说necolex 主要就是在这一个 就是 它是在这个d2b1的 这个0602的地方这样子 那其他它还有一些比较 根据不同的种族 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类型 像是如果是白人或亚洲人 那可能还有这一个 那还有就是africa america 那还有就是这个 从dr2的这个东西过来 但是 这一个就是 不是 这个目前结论 还没有那么明确 主要还是这个 b1 0602的这样子 好 那 很 比较明显的一个 我刚才提到就是说 calaplasty 主要的trick factor 就是left跟旧品 这样子 好 那有一些比较negative 的一个emotion 它如果会induce 或者是一些physical 还是sexual behavior 如果会induce calaplasty 的话 那你可能要小心 那它可能 不是真正的primary 的一个nacolapsy 它可能有secondary 的一个原因 这样子 好 好 那这个就是说 这个nacolapsy 它在这个sensitivity 的话 就是仍然是 以这个 withcalaplasty 它sensitivity 是最好 这样子 好 那这几个 就是刚才的那些 这个 对这一张 我刚才有提到过了 那这个就是 会再给大家就是参考 这样子 好 那我觉得它自己 苏珊有提到这几个case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那可以 让大家来想一下说 那它是不是真正的primary 有一个八岁的男孩 without kalaplasty 八岁 然后onsit大概是六个月左右 然后它这个hypocrating的一个level 是八 很低 我们说低 它poin是110 然后hlapositive 这个 然后这也positive 它是不是太好 它是nacolapsy 它怎么 是啊 好 它整段就是 诶 好 它整段就是一个nacolapsy 然后这个小朋友 它就是用 就是用同时两个药一起去做一个treatment这样子 好 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病人 他有一个17岁的男性 然后 他有hallucination 好 你看到它只是hallucination 来 来表现这样子 然后也许有一个kalaplasty 然后一样 它的这个csf 这个很低 hlapositive 然后msl 也没有办法做 那 你觉得它是 它是 它的诊断会是 nacolapsy 好 应该也是 可是我想它不完全符合那个诊断的quiteria 可是它是因为这一些supportive feature这样子 再讲一下这两个都是supportive feature 它并不是一个诊断的quiteria 所以它是 然后它反而有一个psychosis 然后16岁的女孩 然后有5年的一个depression drug-resistant insomnia 刚好就是很恰巧的 那在 他在医生的interview的时候 他有kalaplasty 然后所以搞医生因此的警觉了 所以他就帮他测了这些东西这样子 然后mslp 因为不准 因为它没有办法去停药这样子 你知道 它可能一停药 就会有一些症状好出来 那所以这个 那这个 应该就 也是啦 这样子 你看而且它这个可能不是很好治疗 因为它用了很多的药 然后用了sodium ozibase 然后modacitinolent 然后还有阿托斯 你看它用了两线这样的药 所以它应该不是很好治疗 那这个病人 你看 32岁的男性 然后 他 他刚好有一个很明显的 他有一个fairgeoma 在hypofara 在下次修着一个鲁岩肿源 那这个鲁岩肿源已经切掉了 然后后来产生一个卡拉分析 好 然后 它没有办法做MSLT 然后hypofara 是一个正常的状况 然后这是negative 好 那你觉得它是一个prinatory 跟一个比例子吗 好 因为这个很明显 它已经有跟你讲说 它是讲surgical history 所以 它可能就 不是primary比例子 是一个secondary的 跟narcolepsy 这样子 那对于secondary的 narcolepsy 那这样子的治疗 药物也没有像 好像也有一点点效果 所以药物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用 这样 好 那像这一个病人 你看它已经是 就是surgical 就是已经有anvitamin 跟floxacin 的一个treatment 这样子 好 然后它没有 然后它这个应该 我想这个看起来 应该还是一个prinatory narcolepsy without apaphylacy 这样子 只是说 这个 你要怎么治疗 你看这个病人 就是说 它因为它已经用了这个药了 那这个药久了 用久了很亏失效 那所以你也许可以concealer 就是transfer 然后过来 这样子 那 这一个 你看这个 只是一个 就是有一个sleepiness的一个症状 可是它没有看到prinatory 然后它MSLT positive HLA也是positive 然后它有一个hybocritic 是300 好 那你觉得这个病人 它会是一个就是narcolepsy 这个 这个 整段吗 它是一个EDS 它可能有符合金的表现 然后它也有一个MS 所以它应该还是一个narcolepsy的整段 它只是没有看到prinatory 所以它原来是用这个这样子去做治疗 然后这样子的病人 然后另外这样的病人就是说 它没有Catopathy 这样子 可是它有 它之前已经被诊断是一个narcolepsy recovery 可是你看到它67岁 而且它可能有一个就是SED这样子 然后Catop也不是很combine的这样子 然后它就是常常会有一个跌倒 然后这个跌倒也不是很typical的被trigger出来 可是它有MSLT 然后也有HLA 然后也有hybocritic 你觉得它是 你觉得它是一个病还是两个病 它应该可以两个病 然后一个人不会只有一个病 所以它也可以有两个病这样子 所以这病人它仍然是 它先给它try这样子 可是这病人蛮有意思的 所以它try的第一个try被它发心了想 它后来try的GHV会有效这样子 不过它可能不是只有一个病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 有时候你在考量那个病人的时候 它也许你做了一个病人 你可能还要再多想一些理性 那目前除了刚才讲的那些药 你看看有没有其他药在试验中 有 那因为我们说这个Catop它这个RAM 这是hypocritic 是一个在很减少的状况 那有些人就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 把这个hypocritic塑造脑里面去 或者是用它用C的 目前有 但是好像效果都不是这么好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急转 我想都还不是很明亮这样子 那仍然都还是在用它 那接下来 那我们就是跳到那个 就是Idiopathic Insomnia 好 Idiopathic Insomnia 其实Idiopathic Insomnia 就是一个垃圾桶 你看 既然叫Idiopathic Hypersonia 就是说 它是原音为名的hypocritic 这种病 怎么会有种病 基本上它是一个exclusion的一个病例子 等下最早是在120年提出 它的这个特色就是说 这个病人就是会不明原音的觉得hypocritic 这个hypocritic 就是说它常常会有一个 可能会有一个 一开始会有一个sleep or drunk 可能是一个状况 或者是就是会有 就是会有Hapasonia 物质sleep or drunkenness 什么叫sleep or drunkenness 什么叫sleep or drunkenness 因为drunkenness 就是说大家在sleep了之后 它很能叫醒 可是你把它叫醒之后 它叫醒它醒来 它没有办法马上有变得很熟 它可能就是还是在一个compution的状况 所以sleep or drunkenness 就是所谓的conpution 的状况 这样子 然后它发生的比率 比Nakolens还还减 那我想这个比率比还比较 还减 有可能是因为它是一个热泽风的病 所以你必须要去移植 很多其他的病 所以它更减减 那它的onset 这些病的onset 都是很减的onset 那时期三十岁的时候就onset 然后女生可能较多 然后Handakolens 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病 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它可能会有familial 这个precundal 那它不见得familial 不见得是一个 Ediopathic Episthenia 可能会有家人 或者是family 比较容易会有 excessive daytime sleepiness 或者是家人有Nakolens 然后后来这样子的人 他可能会有hypansomia 所以Nakolens跟这样子的病 它可能都是属于在一个 一个同样一类的病的一个spectrum 只是它可能有不一样的氧气 这样子 好 那它的clinical feature 主要就是说 它可能是一个excessive daytime sleepiness 它说那个ESA scale 可能要大于11分这样子 然后sleeper 这样子的病人 很特别 它会hypersomia 可是当你 当它sleep deprivation之后 它又可以去tolerant 这个是蛮特别的做法 你给它sleep deprivation 它又可以去tolerant 它就比较不会 就突然会到rain的一个状态 可是这样病人不是 它会有一个unfresh unrefresh的夸了你 就是你让它想起来 它仍然夸了你会不好 这样子 好 然后它同样的也会有 Nakolens sleep的一个问题 而且它Nakolens sleep 会sleep了很久 因为hyper 既然叫hypersomia 它就是睡很久 它会睡10个小时以上 然后它后来会有一些associate 其他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像sleep paralysis hallucination nightmare depressors sleep motions 所以其实这个病 我会发觉 它其实是Nakolens sleep without cataphylasy 就是很险 对不对 如果是就clinical history来讲 它其实很险 所以其实不太好诊断 还好 就是 Nakolens sleep 它也是帮我们列了一个pateria 好 其内这个 它其实跟 跟那个Nakolens sleep 其实整段也是很像的 只是说它的特色就是说 这个病人 他会睡更多 他可能会睡10个小时以上 然后有一些病人 可能是睡6到10个小时以上 反正就是睡比较久 那Nakolens sleep的病人 也许没有睡那么久 他可能就是睡6到8小时 那也许还能说 你还可以睡6到9 好 那不过 Nakolens sleep的一个 但是它有另外一个 最重要的特色就是说 它这个MSLT跟Nakolens sleep 不一样的 就是说 它的这个MSLT就是 它虽然说这个sleep latency 也是小于8分钟 但是它没有这个FORET 这样 那Kolens你需要有就是脸性 然后这个大概就是病多 只能有一次 它不能有REN 那假设说你如果就是 符了这样子 然后MSLT又是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把它 然后我会想要拍到 它可以丢到这个设计 然后这样子 Sleep test 就是主要就是说 Polysonography 那Sleep efficiency 很好 大于90 这样子 然后它的Nakolens sleep 会increase 这个increase 大概都是 就是这个slow way 就是说 比较stage的3 会大于 会大于 有时候会大于就是 20上这样子 然后可能会有 比较多sleep sleep 这样子 然后MSLT就是 我刚才讲的那个 这样子 好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女生的病人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 它的一个深睡的一个幅度 比较多这样子 然后它从这个non-ramp 就是从sleep latency 大概就是10分钟 它就睡着 然后slow way 这个sleeper就是 大概占了22 一般我们正常的人 就大概10到10 对 那official应该很高 就18 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 ideopathic的一个hideosome 不过再次提醒 就是说 我必须要 复掉其他把这份的体 好 这个病人也是 然后 你看这个病人 我们来看下面这张 玩动表的体 这张玩动表的体 看 好 这个是要确定说 这个 Ediopathic sleeper 它比不太 你要确定说 它没有一些advanced 或者是 应该拍的sleeper 不错的 或者是 就是卡迪恩的一个握名图 你要看它睡觉的时间都是这么久的 这样子 都是 好像8到10小时以上的这样子 好 然后再加上它这个分析 好 那这一张就更明显了 好 这个各位左手边 这一张是一个就是 Ediopathic的病人 然后这一张是一个 normal control 然后这个是它 这个 上面这个是awake的一个状况 所以正常的控制它是awake 然后你看它 在白天的时候 它还是可以睡觉的这样子 然后它的一个sleeper的一个spin 动会比较多 然后深邃起的一个比例 也会比正常的要多 这样子 好 所以它比fragile type的东西 就很多了 你可能就是 第一个 你要跟Napolepti 做渐渐渐渐渐渐 那这个当然是 跟MSLT做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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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sonia related sleeper 这样一些Epressive mood 它有可能也会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Al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病 就像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他其实他不是真的一个Primary 有看见的 你看他 他有时候会晚睡 然后有时候就比较早起 然后有时候就比较早起来 所以他是一个behavior的问题 所以因为这样behavior的问题 你帮他调整以后 让他可能稍微睡得比较好 然后晋升也会比较好 那我要提醒的 这边他只是用晚动表的一个test 来做一个参考 你仍然是要做计计 就是去问他EFF score 然后还有其他的那些技术 他有没有悲哀的一个CPS 这样子 那这也是一个 这是一个 他说是一个psychiatry的这个问题 但是他其实看起来 跟那个Ethiopathic 的Synchronous 其实有点像 这样子 他其实也是深睡起 好像占的比率 稍微比较多一点 所以那这个时候就病人说 你可能要把他在做 进一步的疾病的区分 然后他说这个病人呢 他就给他试了 用那个anti-depressor的药物 所以用了anti-depressor的药物 他没有让我们看就是后来用了 使用后之后的鲜果 不过看得好像很好 然后另外一个在小朋友很常见的一个 那就是一个episodic的一个sleepiness 然后他会combine 有一些cognitive的问题 或者是一个hyperoralic的问题 那这个也是小朋友很常见的一个状况 小朋友比较 比较常见的状况 那treatment其实很 treatment大概 这个病的treatment比较困难 比较常见的困难 然后大概就是限制他睡觉的时间 不过效果很有限 或者是用某的应用 不过效果也不好 这样子 这就是这样子 谢谢